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多少油呢 您给我看着 这可以多倒一点 多倒一点 对 行吗 再倒一点 再倒一点 因为这个是拉油的 有一些东西是吸油的 用油比较大 这个油温要烧到六成热 六成热 对 差不多了 没冒烟 首先 先炒黄瓜呀 不是炒 这是拉一下油 就让它过一下油 对 过一下油 对 这叫拉一下油 好 专业事务 对 这是什么呢 洋葱栗 洋葱栗 对 无限这个香味了 嗯 就可以了 清香味 对 玉米的那清香味 最后 加入这个广式辣肠 广式辣肠 对 你这个能不能提前夹 如果同时夹的话 这个拉上容易捞 捞的话 捞不动 感觉的 你看 我要是我做的话 我就会觉得应该先炒这个肉 是不是里面这个油出来点会更好吃 结果不是 最后话 要提前炒的话 可以了 就老了 好 这就要过一下油 对 闻见这个香味了吧 那咱自己家里要做的话 这剩下的这个油还能炒菜吗 可以 还可以炒 好 这炒鸡蛋了 对 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 我第一次做蛋炒饭 我就认为应该先炒米 炒着米的同时 再把鸡蛋扣进去 然后再放其他菜 结果出来呀 米也浇了 然后鸡蛋也不好吃 菜也都糊了 就老找不着那个饭店里那个感觉 现在大伙通过这个 肖师傅这做法就明白了 每一个配料都是单独炒的 用一点擦的油 比较糊 环保 经济实惠 这是番茄酱 对 番茄酱 番茄酱还需要炒啊 直接放进去 它这个在油里面炸一下子 没有那个什么番茄酱的味 这样的话 比较 番茄酱比较小 哦 番茄酱炒一下会出现 味道不一样的感觉 会鲜香一些 对 把炒肉麦进去 麦仁现在先放进去 对 先炒麦仁 对 这麦仁得用小火 对 要不然容易 你颜色妈都不一样 是 好看 对 好 泰国香米放进去 把这个番茄酱给炒匀 倒这个配料 配料 这个配料一定要肥后化 让它的颜色比较好看 平时我也特别爱做这个单炒饭 但是一不小心 我估计大伙有这种感受 就特别容易八块隔夜的饭 就是剩饭 对 先用小火再炒大火 先用小火把它这个米饭炒上以后 炒土以后 这种大火再炒着米饭 就快出锅了吧 我觉得这要端出来已经很棒 鸡蛋炒 加点我们自己的 米饭 米饭 您说什么 加一点蜜蜜 对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奶粉 不会吧 这里面还放奶粉 对 放奶粉 这炒饭还好吃吗 当然放在奶粉的话 里面没有奶粉的味 只有米饭软 香 奶粉放一点会提它的鲜 对 奶粉是无汤奶粉 这样更健康 这是第一次听说 在这个炒饭里面 放一点点 奶粉 三勺 三勺 对 最后一个夹鱼豉油 我知道原创歌曲 今天知道了原创的蛋炒饭 这人家放了很多咱没见过的东西 蒸鱼的齿 是汁 放到蛋炒饭里 还有奶粉放进去 对 咱是不是还得放点盐呢 这个米饭 我给这个米饭不放盐 不放盐 最后放一点味精 放一点点味精 对 少放点味精 关火 放一点味精 好 这出锅的 这就可以出锅了 对 我尝尝 得煸下凉汤 真的很好吃 一滴啊 它不咸 它放了这个 豉油汁之后啊 是淡淡的一种鲜 我发现了 而且那个卖人的口感很好 黏黏的 但又不沾牙 然后再加上那个玉米粒的那个软软的那种感觉 还有黄瓜粒的那种清香 这个米饭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 它不仅仅可以成为一个旧菜式的主食了 绝对是一道 非常自己就可以自成一笔的一道菜了 对 一道美食 对 特别感谢您 非常感谢 来 我们请美食界命团的朋友尝一尝 这里的鲜香和卖人香 因为跟其他食材的结合 把它的味道更多的激发出来 能让我们更加喜欢这些最常见的日常食物 谢谢萧师傅教我们做这道天下凉汤 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学会把这道菜啊 带到您家的餐桌上 下期节目呢 我们要教您做的那道菜啊 也非常有特点 三四块钱一吃的小航家会做出一道非常丰盛的大餐 是由杭州新开园的洪师傅教您做的蟹黄水晶包 好 下期节目天天饮食 我们再见 来 刘师傅跟大伙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